嗨 大家好 我是老闆 叫我阿璐 守廷看了未履的Instagram擔當 香香子發了一篇介紹花椒的文 原來花椒有告白的意思呢 如果你也有喜歡的人 說不定親手做一道超香超下飯的花椒燒蛋 就能同時擄獲對方的味噴心喔 花椒燒蛋需要的材料有 蛋 豬腳肉 白飯 青椒 不是青椒 青蔥 花椒 草天椒 蒜頭 需要的調味料有 水 糖 醬油 白胡椒 鹽 Are you ready? GO! 首先先把蒜頭切碎 你都怎麼切呢? 我習慣先切片再剁碎 然後將辣椒切斷 在這裡平切成一圈一圈比較可愛喔 青蔥是我最喜歡切的青菜 沒有質疑 青菜的聲音很療癒吧 好的 這樣花椒燒蛋的材料就準備好囉 先來煎蛋吧 在鍋子裡加一點油 均勻分佈 等油溫升高後 直接打入四顆蛋 這樣不要打破蛋喔 這樣口感會比較好 好 來囉 嘿 啊 有點醜耶 沒關係 我已經沒有其他蛋了 好吃就好啦 不要介意啦 因為我不太敢吃半熟蛋 所以稍微煎熟一點 但其實這招料理和半熟蛋很搭喔 先把飯鋪在盤子上 放上煎蛋 先忍耐一下放到旁邊 接著要來炒豬絞肉 加一點油 加一點蒜炒香 然後加入白胡椒 糖和鹽 還有草甜椒 微微提味更順口喔 然後加入水和醬油 再加入花椒 且慢 這裡先為大家採咧 大家都知道花椒不會辣是麻 但花椒煮久會變成有苦味的麻 所以最好是收完汁之後再加入花椒喔 不然吃到真的會有苦難厭啊 可以加一點太白粉勾芡 最後加入青蔥就好啦 哇 好香啊 這款花椒燒蛋包飯 再看之下有點像泰式打拋豬 其實是到有名的四川菜 不過我不太能吃太辣太深 所以做了一些調整 相信只要不要太早下花椒 這會是餐桌上非常搶手的一道菜喔 趕快做來吃吃看吧 那我們下集香料廚房見 掰噗 啾咪